好 各位 請你再次回我 正如我做的 準備嗎? 你的回合 非常好 好 大家都用二通行之後 洪水很失車 之前用自動車是很快的 好了 不說太多廢話 我們今天去一間超級華麗 零死角的漂亮餐廳 到底是什麼餐廳這麼厲害呢? 這間餐廳我留意了很久 最初開業的時候 都可以帶小狗 然後有一段時間 又不能帶 最近收到消息 又可以帶寵物去 所以大家把握機會 快點排行程 去之前記得打電話 去問清楚 還是不是可以帶小狗去 那間餐廳呢 就有室外位 還有部分室內位 可以帶小狗 但因為我太遲打去預約了 室內位已經滿足了 我又原本去吃午餐 轉了做晚餐 雖然坐室外位 但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有一個 180度的大海景 那間餐廳的雙下 就沒有停車場 附近建議可以拍 時代廣場的停車場 每半小時18元 費用呢 星期六日 就每半小時18元 來到時代廣場 可以四處跟他們拍照 就先拍照 看看我 看到我 看到我 差一點 快一點 快點 現在是一片不大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 有時代廣場 停車場 行過去就5分鐘 這個環境蠻漂亮的 不過裝修已經開始舊了 沒有期望中那麼華麗 不過也是一個很好的帶小狗來的地方 至於海景不算180度 不過也很開闊 現場也有這些風扇 不過也不是很涼的了 預了會熱一點 最好是自己多帶一把風扇 晚上才好來 下午會很曬的 餐煲 員工 麥克林 現在變得大約 annually 螃蟹 早已吃到 然後還有 就不公平 吃個小便 吃個小便 要去吃東西 他們全部吃都很軟 不是接着剛才炸起的 好辣 但就定去得辣味 pizza都一般 室内的环境就是这样的 所谓一刻遮三丑 我觉得这里晚上好感觉很多 看完麻烦你 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个like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按隔壁的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条影片 拜拜